好 再看到瑞穗香平面检艺术大师廖学勇 在今天上午10点多左右 被工人发现趴倒在住家旁边的大水沟里 那么警消货报赶到现场 发现早就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明显的死亡 那么警方调查初步排除了外力介入 地方人称的廖大师 古希之年却意外身亡 地方各界不胜唏嘘 意外现场瑞穗分住所远警拉起了封锁线 同时通报由侦察队到场勘查 并调阅邻近监视器 查访附近民众 初步调查排除了外力介入 今天上午10点多 瑞穗香平面检艺术大师廖学勇 被震在他住家旁事工的工人发现 面朝下趴倒在这一条大排水沟里 吓得赶紧报警 而货报赶底现场处理的警消人员 发现他早已没有了呼吸心跳 明显死亡 家伦亲友或之也敢忙到场 不敢相信 因为他OK 他只是眼睛比较不好而已 因为那几天都我带他去花莲看阿姨 亲友指出70多岁的廖学勇 儿女都成家立业 现在和妻子共度退休生活 近几年因糖尿病导致了失力受损 不过身体还算硬朗 平日就忙着在自己的农地 农耕园艺 来打造艺术园艺地景 如今却意外身亡 家人亲友都难以置信 万分悲痛 而在地方艺文界人称的廖大师 发生意外的消息 也令地方各界不胜唏嘘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